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油闷损 好 张总 张总 这不是赵姐吗 怎么您也来杭州了 这个核聚业都不是开到杭州了吗 您也来核聚业 这不是巧了吗 您买的哪天的票啊 我这两天都买了呀 行行 正好呢 我也两天都买了 回头咱就这个核聚业见了 到时候见 朋友们 核聚变Tour 2019杭州站将在10月19 20日两天 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私地展厅举办 更宽松 更有趣的游戏体验 更新鲜的游戏试玩 更令人期待的互动嘉宾 当然还有不能错过的兑换礼品 核聚变Tour 2019杭州站 现在已经在大麦开票 让我们用游戏的热情 连接虚拟与现实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我们的新一期的Story节目 然后我是大八 我是老白 我是日天 那么今天我们的Story是什么内容呢 今天我们觉得很想把热牙的故事就分享给各位 其实以前二次元新闻有短暂的口播热牙环境 是的 但因为这个漫画或者说动画这个安排节奏问题 的确不太适合在电台里边这么一个小的这么一个板块 去把这个故事给大家完整呈现 所以不如单来录一期这个系列节目 这个题外话 就是我觉得像任牙这样的漫画 尤其是它是画了几十年 92年开始吧 91年 91年 91年开始 然后一直到现在差不多画了有将近三十年了 就这种连续创作的漫画 其实如果有能力的话 很适合改成口眼评书 你知道吧 那我呢 有道理 就好比日本同龄传 就这种感觉 那么今天我们是说 就是说给大家讲一下任牙的故事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讲任牙故事之前 我们很有必要就是把这个作者 但因为会借他人生经历 给大家铺垫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任牙的漫画呀 还有很多情节 还有他的创作呢 都是班云惠介老师 他的一个人生投影 那么我先开个头吧 请 就是从1991年到2019年 任牙在2019年这个时候呢 漫画已经是卖了7500万部 非常多 然后这也是班云惠介老师 创作的一个格斗漫画系列 对于这个喜欢 还有这个熟悉任牙的朋友来说呢 这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格斗漫画作品了 无论是他有这个人物塑造 还有一些情节 还有一些对白 对于喜欢任牙的朋友来说呢 可以就是说影响那是毫无疑问 不可估量 是这是骚话方面 对 你说对 那么刚刚也说嘛 就任牙这部作品呢 有不少的 前期有不少的内容 都是来自班云惠介老师 自己的一个人生投影 那么我就觉得 在这个正式故事开始之前呢 我就觉得应该是把 这个任牙创作者 他之前的人生的经历呢 和大家讲一讲 他的人生经历也非常有意思 其中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拳法 一个是漫画 拳法有点厉害啊 对 就很多现在年轻朋友也不太熟悉 班云惠介年轻的时候 经历些什么嘛 就由于是现在是连载 是任牙道 然后很多年轻的朋友 看到这个剧情的都说 这个班云惠介老师是不是老了 是不是有点老年痴呆了 怎么天天想象 这些有的没的呢 然后主要是班云惠介老师吧 这几年接受一些采访 自己也经常会说 对不起我忘了 我真的说过这个话吗 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这种话也说很多 这个官方吃书很厉害 跟年轻时代的班云惠介呢 就感觉形象不一样 那么年轻时代的班云惠介呢 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 经历一些什么事情呢 那么在这些节目里面 就跟大家讲一讲 班云惠介他自己的故事 好的 比零起义相当于 是 前传 那么从哪讲起呢 就是1957年4月4号 班云惠介就出生了 他是个很早就出生的人 他从小就是个孩子王 就是非常调皮导弹 然后也是 在班上也是 怎么说呢 像是孩子王老大 那种感觉 他母亲是比较溺爱 班云惠介的 就特喜欢自己这个儿子 是个孝顺儿子 然后父亲呢 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 但是呢 班云惠介虽然是一个孩子王 体力也不错 在他们小学里面呢 也是小学里的一爸 但是班云惠介有哥哥 这哥哥就比 班云惠介还要任性 结果一开始呢 就是叫班云惠介 就跑跑腿 买买东西 按个摸什么的 之后呢 就是玩一些很过分的游戏 和哥哥相比呢 体格要弱一些的班云惠介呢 就玩一些什么相扑啊 模拟格斗啊 这种东西 那班云惠介虽然说 小时候确实体力不错 但是遇到他更强壮的哥哥呢 就真没办法 一点招都没有 这不就是欺负人吗 那这个时候呢 班云惠介就很难受 小时候就希望自己的父亲啊 能够去管教一下自己的哥哥 就希望父亲是一家之主嘛 就是说教育一下自己的哥哥说 别老欺负人了 毕竟是在家里嘛 但他父亲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就对这个小孩子之间的打架呀 就霸凌了 就视而不见 就认为这是 这个不该是成年人管的事 就觉得就小孩子闹着玩嘛 但是呢 就是长大之后呢 就是到了这个 他哥哥读高中的时候呢 那就确实成为了一个不良少年 梦想成真了 自面意义上不良少年 自面意义上不良少年 就是有的时候 半夜会记啊 就放学回家嘛 就他哥哥有时候不开心了 就真是抓着半夜会记 就出去就打一顿 先被他哥哥练一遍 那特难受 这话说的也难受 确实半夜会记自己体感的 也非常难受 但是小孩子已经长大了嘛 也是体格很强壮 无论是万力呢 还有身体体格呢 就他哥哥爷爷 确实是有比较过人的方面 这个时候他爸爸再想管 也管不了 很难受 这个时候呢 半夜会记的心里就想了 就非常期望自己的父亲呢 是一个那种很强势 很强大的父亲 这就 但他其实跟他父亲的关系啊 是就不是像漫画里面 就任牙和勇次郎那种 就一见面就是剑马弩张 就是关系非常不好那种 他其实跟他父亲关系就还好 然后他父亲本身也非常善良 但也是因为这种反差呢 所以也是因为家里面这种关系吧 所以半夜会记小时候就特别期望啊 自己父亲呢 就不是一个这种人 而是希望他能够成为家里面的一家之主 成为家里面一个非常强势 有地位的这么一个象征啊 后来呢半夜会记也是就觉得 既然是家里面也就这样了 是不是以后我搞创作的时候呢 能不能在漫画里面就创作出一个 这样很强大的父亲的这么一个形象呢 就所以说是这个 在作品里面呈现的父亲形象 其实是他童年经历所产生的一个愿望的投射 是 然后呢到高中的时候吧 半夜会记读高中了嘛 然后就去住校 然后住校很开心啊 就总算是能够离开他 离开他哥哥的魔掌啊 就少挨几顿揍 但是呢他又往回一想 住校归住校吧 那总有一天要回家呀 那回家不是还得来揍吗 这事整的就没法说啊 他就觉得得趁这个自由的时间里面 就赶紧锻炼自己的身体 就学一门这个功夫啊 或者学一门技术什么的 就回去给哥哥练量 然后到了他高中的时候 应该是73年吧 那个时候恰巧呢 就有一个电影是李小龙的电影 叫龙争虎斗在日本上映了 这个很有名 对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 在这个电影里面 李小龙是一个少林弟子 身负绝学 很能打 很强壮 当时这个 万有慧姐一看这个电影 哇操 冲国功夫不得了 牛逼 他一下就被这个李小龙的形象 就吸引得不行不行 就反复的去电影院 就看这个电影 他说看多少次呢 他说进这个电影院的次数 就不下十多次 就是为了一堵这个李小龙 为了一堵这个少林功夫的风采 当时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 在学校里面呢 这个高一的时候 半月会计是想学空手道的 因为他小时候特爱看漫画 当时日本的漫画有很多是 特别是格斗题材啊 都是这个漫画 里面都是这个空手道当主角 但是呢 他读了这个高中 就没有这个空手道部 空手道竟然没有 空手道没有 反而就是有一个少林寺全法部 对 当时这个半月会计一看 既然没有空手道 反正有个少林拳 那也不错 想都没想到立刻就报名了 这个很奇特 就是少林拳法部 是一个单独的活动部门 是吗 对 其实这个 我在日本那边上过学嘛 其实就发现 基本上每个这个大学 看来他这个 如果说高中的话 可能高中也如是 就是有 基本上每个这种学校 都有这个少林拳法部 然后他这个 虽然叫少林拳法 但其实本宗 你要说追的最根源 当然是在这个 中国这边发想的 对 但这个 其实这日本的 这个少林拳法 是一个叫宗道臣的人 他是一一年生 他可能干这些 身为思想家 或者武道家 把这东西发扬的时候 是在之后的一些年龄 然后等于是在上世纪 然后就把这个少林拳法 一些整合 他是整合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改创 然后带到了日本发想 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所有的社团 基本会每年有 类似大会 官方大会 这种拳法在日本 基本都是分为展示和竞技两项 然后少林拳法 可能据我朋友说 可能展示方面更多一些 就他也是一个 就正统的流派 然后日本的少林寺拳法 和中国的少林拳 刚刚也说是有些不同的 但总的来说 还是讲究内外兼修 刚如并济这一些武学思想 然后也是有很多招数门派 如果有感性 朋友去查一下 我们再把这个话题收回来 就半游会见 是加入了他们自己学校 一个少林寺拳法活动部 那么当时指导 这个少林拳法活动部的是谁 是他们学校的数学老师 叫恒伟荣二老师 这个老师当时看不出来 他因为是个数学老师 平时有人也很和爱 很和善 但是其实也是有一个炼家 在利用功夫 他曾经是在当时 以少林寺拳法出名的 这么一个叫山形大学 大学里面的一个 拳法活动部的副将 可以说就是 无论是在身体锻炼上 还是在拳法方面 都是有一定实力的 都是接受过这个系统锻炼 不过也是很巧 就是半游会见 想都没想就报名了 但他们同学 就对这个少林寺拳法 没什么兴趣 所以就不光是 就是半游会计是 他们就布的第一号部员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他也是唯一的一个部员 不过话又说回来 就觉得半游会计就想了 这段时间 虽然是没有其他朋友 但也挺开心的 放了学 每天两个小时 就跟着这个老师 就锻炼身体学拳法 他是两个小时 是这样分配的 一般是 前面一个多小时 是锻炼身体 比如说跑步 我起坐 俯卧撑 还有什么鸭子走 兔子跳这种 还有握推 还有旋车这些 就锻炼身体 然后后面的一些 几十分钟里面 就是老师的一些 拳法指导 是这样分配的 还是以基础的体能训练 来打底 没错 毕竟是高中生的 这么一个活动部 但是老师 他的体能训练 他就不是按照 高中生的比例来的 他是按照大学生的量 给扮演会计来定的 两小时 感觉是挺厉害的 然后锻炼的时候 扮演会计也确实感到 有的时候 就确实坚持不了 很痛苦 很难受 一开始 肯定都这样 我们平时跑步 锻炼什么的 都会有这样的经验 一开始第一天 挺有精神的 但第二天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擦伤 损伤 肌瘦酸痛什么的 后面的两三天 是特别难坚持 但扮演会计 就觉得很难受 很痛苦 但是就一次都没有想过放弃 就觉得学拳法 锻炼身体 对自己特别有好处 回去还得 对付自己的哥哥 有不能这么 半途是费 有个目标 非常有目标 但是扮演会计 觉得老师平时 文人也很和蔼 然后也是就觉得 老师也没有展现过 自己拳法实力 就道听途说 就说老师很厉害 怎么怎么样 然后有一天下了课 放学 就走廊上就碰到老师 就说 就说 很为老师 就说 我知道你在拳法上 身体上都有 很有修为 锻炼过很多 但是我们也没看过你 真正的实力 现在周围也没什么人 你能不能就展示一下 你的政权 求老师出手 让我看看 这个实力究竟是怎么样 就老师也就微微一笑 也没多说 双腿分开 腰微微下沉 摆出了一个 这个政权的姿势 中断政权 然后是 当他挥出拳的那一刻 半途会就就震惊了 说没想到 挥拳的声音 竟然如此的巨大 这一拳呢 就是带着拳风 就让半逸会计感受到 这一拳确实不简单 老师这个人呢 确实很厉害 有一种就是 一拳超人里边 就KO截斗 半逸会计呢 也是在这个部门 活动的时候 也有个决心 就是说 我在这段里三年 三年之后呢 我一定要和老师 比试一场 一定要去超过 自己的老师 刚也说 年轻人嘛 是 有一些远大理想 有冲劲 刚说 恒伟老师 是 半逸会计 全法上的老师 也是他的数学老师 但是呢 恒伟老师 其实也就是 比半逸会计 打个七岁 那很年轻 没大多少 平时 刚刚说 对人很和蔼 然后关系 和半逸会计也很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有的时候 在这个学校遇上了 然后那个 恒伟老师就偷偷问 半逸会计说 你最近又买了些什么 然后 半逸会计就说 我最近是买了漫画 Jump 买了漫画Magazine 杂志 买了这个漫画杂志 然后那个 恒伟老师就微微一笑 那好 那我就买漫画 Sunday 买漫画King 我们就换着看 对 他们就是 不仅仅是师徒 在这个生活上呢 也是非常好朋友 加上也是住校 我觉得他们平时 肯定就是 关系很铁 是 经过了这个 三年锻炼 我送来 班员会计的身体 很强壮 在他高二的时候 已经是不得了了 就高二 高中的时候 不是有这个体能测试吗 然后当时 班员会计 在整个学校里面 就这个腹肌的实力 还有这个服务圈的实力 都是全校第一 然后班员会计 心里其实 拎得很清楚 怎么说呢 就说 我这个锻炼 确实是比全校 每个人都努力 就无论是 其他什么步 什么样的锻炼 跟我比 那都不太行 我就是全校 最努力锻炼的 那个小伙子 后来 有一场 这样的事情 就是有一回 正好也有一个 他们学校也有体育老师 然后他们的体育老师 也是在当时 算学校里面 身体很强壮的一个人 也是当时曾经的一个 地区的 田径纪录的保持者 身体素质很好 对 然后也比班员会计 高中时候 高一个头 体重 也重个20公斤左右 那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对 然后有一回 体育老师就遇上了 这个班员会计 比如说小伙子看你平时 挺努力锻炼的 要不我们就 练练拳击吧 在这个体育馆里面 就拿着手套 就两个人就互相切磋了一下 直接 直接练 那70年代 那不都这样 是 生猛的很 是 那个年代真的是这样 好 这完全就不在一个量级上的 那个拳击切磋 对于 班员会计来说 确实 怎么讲 就觉得意外轻松 就这个老师的每一拳 他都能躲开 那很厉害 不仅是躲开 还能够还击 可以 如果是在拳击上的话 其实是差了不止一个量级 对 这件事情 也给班员会计就很大的信心 毕竟体育老师也算是 全校 成年老师里面 非常能打的老师 也是一个很暴躁的 这么一个男人 建立了信心 对 觉得就是 这个锻炼没有白费 没错 光阴四溅 日月如梭 转眼间 三年的这个 住校高中生活就快结束了 然后 恒伟老师呢 也是兑现了 那个和 班员会计也说 我们三年之后 再来切磋一番这个诺言 但是呢 就是在这个 三分钟啊 这个师徒之间的较量里面呢 班员会计就拼尽全力啊 才能勉强是摸到老师 那么一两下 攻击呢 就更别提了 完全就是 还不了手 这个时候 班员会计心里就想 就是老师确实是老师 中华武术四千年 博大精神 没错 那就在场上限制了一种 被技术压制的绝境 不光是技术 也是各方面 无论是为人师表 还是这种技术方面 都感受到了 这个老师确实是 他自己人生中的一位恩师 了不起 后来呢 就是高中毕业了嘛 虽然说他是练了拳 然后在少林寺拳法上面 也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高中毕业七十年代 要不就是继续读书 要不就出来这些工作 也可能是因为 这个班员会计 他体格是比较强壮 然后为人也是不错 然后就受推荐了 就直接去农业协会 下面的一个批发公司里面上班了 怎么推荐的 我觉得他应该走体特 应该做特技演员 是 但是其实不是就上班了 但是班员会计就 虽然上班的 开始就觉得上班挺新鲜 挺不错 但是上完了一个月之后 拿上了他第一个月的薪水 就觉得 这个地方好像不是 我应该待的地方 这好像就不应该是我 应该要的生活 后来 班员会计又去找了 第二份工作是什么 就是货车司机 货 送货 因为这个工作 你想也是要求体格 同时也是 对意志力方面 也是比较锻炼 因为经常要上货下货 然后也要长途开车 对 对体力要求很高 对 然后班员会计觉得 这个工作其实 是不是还挺适合自己的 就有体能了 我 对 但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他上班的途中 就中午吃完饭 然后自己去 在空地上 就锻炼 就复习下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少林拳法 打一套拳 拳风呼呼 他觉得自己挺不错的 还是保持自己的 品车锻炼这个习惯 但是他同事看到之后 就说 小伙子你平身 那打什么拳呢 我们这个是货运工资 你是不是应该去把自己的一些基本工作去完整好 空余时间 你去能不能就把自己的一些商品的这个目录去记一记 别的就要浪费时间 就翻译一下就是你好好当社畜不行吗 翻译会计也听到这个话 心里又不是滋味了 觉得这地方也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 你们根本不懂我 没有什么理想这个地方 没有灵魂 那到底是什么地方才是自己可以自由锻炼 还不会被批评 甚至还有人被大家表扬的地方呢 目犬为谁握 然后翻译会计想到了一条出路 就是去参军 参加日本的自卫队 然后他去参加这个自卫队的募集 那就很顺利因为都是一些体能测试嘛 然后呢 在这个自卫队后来的里面的一些比赛啊 体能测试里面呢 翻译会计也是名次很好 就有1500米跑这么一个锻炼 这么一个小比赛 然后大家呢 有其他班吗 有很多班 然后看到翻译会计这个比赛成绩 哇 这小伙子不得了牛逼 在这个自卫队锻炼的这段时间里面 翻译会计就觉得 这确实应该也是自己找到了一个归宿吧 每天就认真工作 认真训练 平时也是认真复习自己的拳法 然后之后就 也是受他们部队里面推荐吧 就去参加了算是 当时日本的一个精英特种兵团 叫低空兵团 就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 这也算是日本的一个特种兵团了 这个特种兵团呢 在当时是训练是非常艰苦的 也是非常铁血 班员会计呢 后来就回忆啊 里面有一项训练 真的是一般人就坚持不下来 是什么呢 就是背着30公斤的重物啊 三天三夜 绕着这个富士山 就步行100公里这么一个拉链 负重野外拉链 对 三天三夜不眠不休 背着重物 确实是给班员会计留下了 很难忘的回忆 但是他也坚持下来了 后来在这个空兵团里面呢 也是怎么说工作做得很好 毕竟是特种兵团嘛 然后工资啊 也是拿高了一些 对这个自卫队就是公园待遇 那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呢 在这个自卫队这个期间 他们那个部队里面 也有一个拳法的一个活动部 然后他是参加了这个拳击的一个活动部 毕竟是业余拳击嘛 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赛 嗯 班员会计的这个拳击出道赛是哪里呢 是千叶线的这么一个大会 是一个雨量级的拳击比赛 嗯 然后在这个大会里面 班员会计就感觉 跟他比赛的就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都不是他对手 基本上都是黑欧获胜 这很厉害 对 这里边需要差异 就是日本民间的这个拳击活动 其实是非常风行的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战后嘛 就占领军 美军 他们把很多就是体育运动 以及这个就是喝完酒之后 斗的这个这个 这个风俗啊 就就就带到这个日本来 然后就是日本年轻人 战后这一代年轻人 他们看到就是拳击运动 比较直观的刺激 对 一个是比较直观刺激 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活动 其实很新鲜 和传统的就是演武 比如说像空手道啊 或者说类似于这些的 他形式都不一样 对 那个各种主注重那个仪式感 他可能会更注重就是仪式感啊 招式啊 以及这个日本传统文化 但是这个拳击 作为一个就是夕阳的搏击运动 他给人的反馈和刺激 都是很直观 是 对 不一样 对 所以说民间拳击 其实是就未然风行 到今天也是一样 就日本的这个就是 各种格斗 一个是格斗 一个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人们对于拳击的就是兴趣和就是爱好 促使各地都会有这样的就是拳击团体 就是我们经常会在那个日本传统剧里边看到什么 就小县城 很小的就是乡下的小镇 都会有自己的拳拐 然后有自己的比赛 有自己的比赛 对 而且就是日本的就是全国的业余拳击比赛 它的体系也是非常完善的 很多 很多 非常多 那么就是职业拳击的话 如果你有这个兴趣 其实也是在34岁之前 理论上讲 就是在34岁之前都是可以去参与的 对 所以说是他在这个当时就是拳击会界当兵这个时候 他去参加这个拳击活动 其实也是跟这个社会风气有一定的关系 是 可以说刚刚也说嘛 就在这个当兵的时候呢 就开始了自己拳击的生涯 但其实啊 就从体格上来说呢 拳击会界他身高是不到一米七的 但是呢 他就觉得打拳还是得有一个自己的目标 在70年代啊 有一位就同样也是身高不到一米七的拳皇 叫什么呢 罗伯特杜兰 他是一位来自巴拿马的拳击选手 拳法非常凶猛 然后他面对挑战也是来者不拒 同时也是一个跨量级的拳皇 当时这个 本会界心里想 他说 既然我要练拳就是这个目标嘛 就为了向这个拳击界的更迈进一步 我就觉得我以后啊 一定要得跟这位拳皇 要树立这两个目标 叫练练拳 刚才你说他出道战很顺利 后面呢 就是 还有些比赛嘛 然后半元会界也是参加了很多比赛 然后后面 在一个锄量级的 这么一个拳击比赛里面的 遇到一位对手 这个对手啊 很强啊 逼着这个 半元会界呢 在这个擂台上 使用防御 使用跳跃 但是没用啊 最终还是慢慢的 就被逼到了这个擂台的角落 吃了一剧强而有力的这个上勾拳 这个时候呢 就是半元会界感受到了 第一次啊 就感受到这样的恐惧 就觉得这个拳手实在是太强大了 这个时候呢 也是半元会界出于是对于对手的恐惧 还有自己身体本能的这么一个反应吧 就选择这个主动倒地 就相当于认输嘛 就等着倒数 其实不是被这个击倒失去意识 而是就自己放弃了 对 吃了一剧就主动就倒地了 怎么说呢 虽然是比赛输了吧 但好歹也是没受众伤 百般无意嘛 此乃认怂 这么一个意思 是是是 怂学的胜利 所谓猛虎落地势 但是就对于一位这个当兵的 对于一位这个战士来说呢 就认怂认输这个事情呢 确实是不小的打击 这也是成为了半元会界那段时间 心里面一个阴影嘛 他就觉得如果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无论输赢嘛 对吧 但巧又巧了 在后面的他的比赛生涯里面呢 又再次遇到了同一位对手 但没想到呢 经过了这么一些那个交锋呢 还是没有打过 就有了经验之后 这个水平还是有差距 对 依然是被一阵全雨啊 逼到了这个擂台角落 这一次呢 就半元会界没有认输 尽管是被逼到角落 依然是选择防御反击嘛 但是呢 最后是吃了一记这个 幼直拳 就直接是昏倒在擂台上 最后呢 是以他的教练呢 丢了毛巾 结束了比赛 这一回就不是自己主动认输了 这一回半元会界就觉得 自己虽然说 比赛上输了嘛 没办法 打不过 但是呢 自己的精神方面呢 还是得到一些成长 对 很经历 克服了自己的过去的恐惧 没错 虽然说是自己有成长了 然后半元会界也觉得 没想到自己在这个比赛上 就遇到了这么样大的压力 看样子 自己离这个真正的拳法世界呢 还是差非常大的距离 没办法 这个时候呢 半元会界是22岁 还很年轻 然后平时有着自己的 比较喜欢的工作 是这个部队训练 也有自己的爱好 就是业余去打拳 一位业余的拳击手 其实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是出战过 那个国民体育大会了 然后也是收到过这一些 职业拳击的邀请 那可以说是一个准职业选手 然后也是收到过 他们教练的一些邀请 他说半元会界要不就 你就专心的跟我打两斤拳得了 半元会界就觉得 这个邀请我再考虑考虑 同时呢 这个时候啊 他们不是当兵的吗 当时是算是奥运会 也有一点举个体制的意思吧 就是他们这个有一个自卫队的体育学校 但这其实就是奥运会比赛的这么一个训练基地 就等于说是培养专业选手的地方 没错 当时来说呢 就是半元会界基本上就是已经是确定了 可以去这个体育学校去学习了 可以说他是有离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拳击之路 也就差那么一步 但是呢就是没有想到 就已经意外发生了 就是他被查出了这个B型肝炎 大家懂的都懂了 就是一般肝炎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 像过去的话 很多运动员就是被查出肝炎的话 就直接是放弃自己的体育生涯 要不转行 要不就去 退役了 对 然后这件事情的话 对于半元会界来说 也是一个晴天霹雳吧 这干炎是怎么查出来的呢 当时是这样 就是当时他们有战斗训练 然后有个前辈就是 在训练的时候就意外的是未出血 需要紧急输血 然后半元会界就一不容辞去去献血 然后献血的过程中 就被查出来是干炎 被查出来第二天就 直接就送医院住院了 住院11个月 那之前所有的计划就全完了 对 然后达不了全了 然后同时也是因病退伍了 这个时候感觉半元会界 就是人生一片灰暗 是 之前所有可以选择的路 其实都断了相当于 对 他就想了自己 还能去做一些什么其他事情的 然后半元会界也是想了很久 最后就想了 自己的人生可能就只剩下话漫话了 半元会界其实以前就特别喜欢看漫画 然后平时也会去画一些简单的漫画 无论是他上班的时候 还是去当司机的时候 还是当兵的时候 都会去画一些短的漫画 然后在当兵的时候 就自卫队17 可能也是有一些空虑事件 也是自己创作了一个简单的 长篇的一个翻译漫画 但是刚也说 就全机的世界人画 有人天晚有天 漫画的世界 何尝也不是 这个更残酷一点 对 刚开始 就25岁的半元会界 他自己去尝试 就画一个漫画的格子 画一个格子 都要两个小时 就是一页上的一格 两个小时 对 这个是 那如果是做周开连载 那怎么办 那就肯定国老死了 半元会界心中 真的是充满了不安 但他觉得 画画确实也是 自己一个非常大的爱好 也是从小 他母亲就特别鼓励的 这么一个事情 这一次 无论是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坚持下来 正好 也是 他准备画漫画的时候 也算是快到了 80年代 快到80年代 中后期了 恰好就碰上了 泡沫经济的前段时期 大家就是 平时身边的人 都是花钱踏手大脚 然后派运会界这个人 就没有工作 也没有什么正经的事情 可能也就平时 打打工 然后在家就研究漫画 就做做零工这样 对 然后周围的人 就亲朋好友 肯定也劝了 说 派运会界 你身体还挺强壮的 然后也是 曾经当过兵的 现在找一份工作 特别好找 就别画漫画了 赶紧找点工作 现在大家收不住还可以 对吧 当时泡沫经济时代是这样 很多刚应聘的人 都有不错的收入 对 就我们之前做过 有关福本身行 这个专题的时候 就曾经谈到 我泡沫经济时代 日本从业的一些表现 就可以去听听 因为那个时候 确实就 可以说整个日本 都限于对金钱的狂热 差不多这样 是 然后 办员会界 他这个 漫画学习的时间 可以说非常长 从25岁到他32岁 这么中间 经过七年的魔力 他才正式出道 其中很多辛苦的日子 对于他来说 都是难忘的回忆 怎么说呢 不光是没有钱 去潇洒 有的时候吧 就连去偶尔就放松一下 就喝个小酒 吃点小菜这种 他都不敢花钱 根本不敢花钱 对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 看到特别想要 买的漫画资料 没钱 没钱买 只能是站在书店 就自己 站着翻着看 对 很不容易 是 然后在他25岁之后 在这个七年里面 他也结了婚 结了婚 意义又不一样了 他老婆有的时候就问 班游会界 你心怎么这么铁 就一定要好漫画 家里上面有老人 我们还有一家 一家子人要养 就不能去工作 就没有一个稳定持久的收入 怎么办 然后班游会界想了半天 就说 我这也是没办法 我这以后也是为了能够 画漫画来养活你们 他老婆听了之后 问说 你说你妈 那是这个 对 那么多就是比你有天赋的人 画漫画都没能靠这个来 作为主力收入或者职业 怎么你就那么牛逼 所以说贫贱夫妻 百事哀是吧 对 但会觉得老婆听了这话 那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那肯定 他们家在那七年里面 也是三天两头就吵架 没办法 真的是 那也是成就事业的人 其实他经过这样一个时期 也不说偶然 你想想看李安 对吗 也是经历过这样一段 就要靠老婆养 然后没有固定收入的这样日子 也熬过来了 区别其实就是在于你看看 你对自己有没有足够信心 能不能把自己的理想惯成 其实从他 班云会界年轻的近来看 他是那种对自己的实力 特别自信的人 只要是他觉得自己刻苦过了 努力过了 然后有一些成就了 就特别相信自己 但是没想到 他就怎么就转行画漫画了 当时这个班云会界呢 就也是参加了一个漫画的学校 这个学校是小池一夫 句话村熟 然后校长 就是这个校长是小池一夫 当时为什么说是报名证呢 因为小池一夫的弟子 就是漫画成功出道的概率非常高 但是班云会界毕竟是有家事 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家里面 忙里忙外的事情 平时可能还要打点零工 跟这些一起学漫画的 二十多岁的同学们 就完全不一样 那些二十多岁年轻的同学们 就每天就泡在漫画里 研究漫画 看漫画 讨论漫画 其实你想想看 就是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就跟他当年 沉浸在全法世界里 那个状态是差不多 你怎么说确实是 他们有大把的时间 有足够的精力 然后真正热爱这个东西 所以说他能沉浸在其中 对 但是班云会界就已经是快三十了 就很现实 对 每天除了一些打工 照顾家里面 那没办法 只能是在特定的时间里面 去参加这个漫画学校的学习 那确实是二十岁谈梦想 跟三十多岁谈梦想 就完全是不一样概念 三十多岁 还有勇气谈梦想的人 本身就很了不起 对 是 然后在这个 小池衣服务门下 学习漫画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 也是让这个 班云会界印象特别深 他不是要照顾家里面 有一回就是 一个特别好亲戚生病了 他晚上得去医院 去照顾亲戚 没办法 但是还得画漫画 就一边照顾医院里的亲戚 第一边就忙里偷钱 就画两页 在回家路上 他发现了自己 其实在医院里忙里忙外 也没画几页 怎么办呢 任务没有完成 对 自己给自己定下目标 没完成 就走到一个小公园里面 在公园的路灯下 就大晚上的 就完成了自己一个 漫画的练习作品 那很厉害 特别刻苦 是 那其实从他从小 就是学权 然后到他成年之后 学漫画这个过程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 就很自律的人 对 非常自律 实干家 而且愿意投入 对 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 客户努力之后 漫画学校的老师 就跟班约会计说 他说 我就觉得 我们这个漫画的 这个四期生和五期生 他们那些同学 实力也就那样一般 然后这个班约会计的是 1987年的 小齐一夫漫画学校六期生 六期生 就是吧 六期生的同学 个个都精英 尤其是你班约会计 就很期待 身上有的了不起的才能 对 漫画学校的老师 就鼓励了这个班约会计一份 这个鼓励很重要 对 班约会计当时一听到 这个老师的鼓励 就觉得 也是相当于自己受到肯定 当时那一两天 就感觉他画漫画完全都不觉得累 通宵画几天漫画 没问题 有了精神的动力 就我将来一定能在这上面出人头地 是 但是就说到小吃衣服漫画学校的话 其实就当时如果班约会计 能够上这个学校 学费应该不便宜 确实也是 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 正是小吃衣服就如日中天的时候 没错 那是太火了 对 那时候太火了 包括说很多著名的就是脚本家 都找小吃衣服来合作 画个漫画什么的 都要找小吃衣服来点评两句 对 甚至包括说 他有学生出道什么的 就是这种 在漫画界 师徒推荐的这样一个关系 其实就是门派山头 也是非常重要 那时候还是比较想要 这个出身门帝 有的生父徒弟 因为小吃先生 今年就是 今年4月份去世了 他已经去世了 就是现在在国内 在中国国内 新生代看漫画的人 对于小吃衣服这个名字 已经没有什么 就太深的印象 曾经也是一届太陡 对 但是他在漫画史上 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真的是 对 我估计就感觉像是任牙里边 余地独步 差不多 就这样一个位置 好老师的那种感觉 是 然后在漫画学校 刚才也说 学了两年 87年生 他是87年的门生 然后89年 半月会接就以自己的漫画 化妆师就正式出道 91年的时候 就正式开始画他的漫画 任牙了 不过画漫画任牙的时候 家里面已经是 背了800万日元的债 那看来这个学费 确实不便宜 那不光是学费 可能还有家里面支出 对 家里面各种支出 同时他家里面的女儿 长女 也是到了要上幼儿园的时候 那这个家庭就是在离婚的边缘试探了 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 确实很辛苦 是 不过也是到了画任牙的时候 这个半月会接的收入 总算是有了一些起色 然后随着这个漫画的连载 他的收入越来越不错 但半月会接都在家里面 就是他拿到收入 拿到自己稿费 一分都不留 全部都给妻子 是这样的一个人 来真挺懂事 好男人 那可能不 也是出于过去几年 对妻子的愧疚和补偿 毕竟你没有正经收入 家里全靠女性来作为家庭支柱 这其实很说不过去 巧也巧 就是91年了 在花任牙连载的时候 泡沫经济的泡沫就彻底破了 有当初那些大手大脚的人 现在都全部就勒紧裤腰带 也不敢落花钱了 对 但是半月会接看到这一幕 看到周围亲戚的一些朋友 这么一些生活状况 就觉得特别爽 是 其他人的收入不行的时候 记得收入缓慢增长 那对 还能看到 稳健 不错的未来 不错 心里就爽得要死 那这个其实就跟那个 就比如说是股市好的时候 你看在各个群里边都有吹逼 对 股市来了 对 就像这种 其实 所以说 就人类的幸福感 很多时候是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 有道理 对 就别人过得越惨 你心里越爽 对 大家都死了 你活着 对 你终生都会记得这件事给你带来的幸福 你这话说的还挺狠的 对 反正就在这段他的事业上升期了 就大运会界 经常会在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感 笑人无是吧 太幽为 就这个社会虽然垮了 但是整体的状况 对于我的个人境遇来讲 引起强烈的舒适 逆流而上的人 就有一种服侍众生的感觉 尤其是经过这个七年 就没有什么正经收入 苦尽甘来 七年魔力 这个东西很难坚持 像我就想一下 我当时毕业 大学毕业 他们在家待两天 我爸老就天天指点 我怎么还不上班 那可真是 物理医上的两天是吗 物理医上两天 大家歇两天 行可以 真的是 刚刚也说到 半圆会计 她是那个时候有女 她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 半圆会计家里有三个女 三个 对 27岁的时候是长女出生 然后30岁的时候 生下第二个女儿 所以为什么她出道之前 生活压力那么大 家里面有两个小孩要养 然后在36岁的时候 她第三个女儿出生了 对 可以 不过就说点有的没了 虽然说三个女儿 但半圆会计 她其实都是意外造成的 不是说家里商量说 我们再要一个 对 都是这个毕竟失败的结果 对 想想也是 就是 穷是吗 主要是因为穷 就是没有经济来源 然后还商量再要一个 这个想法 是 不太现实 就不是刻意为之 就是很随性 不知道怎么就要了一个 就是副作用 后来就作为父亲 这个半圆会计 就跟自己三个女儿说 她说 普通生个小孩的过程中 就已经有着 就非常大的竞争率了 就生小孩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们三个呢 都还是这种意外造成的 火 可以说 这什么父亲这是 就你们就有着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个生命力 还有运气 你妈 这个时候 就她就已经把自己 带到饭吧永村郎 这个位置上去了 这好赖话 我是真听不出来 我听不太出来 我觉得这个老年痴呆 可能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征兆了 就单从你们出生的这一点 你们就完全可以 就藏手挺胸 引以为傲 我觉得这一般小孩子 也听着这话 也不是滋味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是孩子妈妈 应该出来揍她 说你妈呢 对 说回漫画 就从91年的9月 到2012年的8月 就漫画任养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就对于 办员会界来说 这个漫画 就已经是完结了 最后任牙的第三部 最后就是 以任牙和 他的父亲 范马勇 四郎之间的 这个父子干架 全部完结 在漫画里面 我们是看到 这个主人公 开始是 156岁的年轻人 任牙 伴随着漫画的连载 不断地成长 但是对于这个漫画的作者 办员会界来说 其实范马勇 四郎这个人 也是在这个漫画的 连载过程中 不断地成长 性格 还有他的人物 不断地完善 对这个角色 有越来越倾注 更多的注意力 与意志力 那我们想 就是画漫画 特别是这种格斗漫画 一定得有一个 强劲的对手 那这些对手的塑造 在各个漫画里面 都不一样 有的是那种神秘角色 不险山不露水 有的是那种兄弟 有的是父亲 然后在任牙里面的 主人公 最大的对手 就是他的父亲 那么范马勇 四郎这个人 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他就是一个 凭借自己的力量 能够去做到 自己想做一切事情的人 是一个能够凭借 自己的一双空拳 凭借自己的暴力 像一个国家挑战的人 双拳打开一片天 那是 那可能是 在漫画里面 他作为父亲 作为丈夫 作为家庭里面的一员 可以说是完全不会 格斗这么一个男人 没错 但是就是 不仅仅是扮演会界 可能是当时 还有包括现在 很多朋友去看这漫画 觉得这样的男人 可能也是心中 有过憧憬的狠角色 所谓地上最强的生物 没错 就是纯粹依靠力量的 凌驾地表 这样的感觉 是 绝对的强者 这就是 扮演会界 想要创作的一个 永次郎的形象 一个男人的形象 那他这个形象 其实从 就91年开始 连载 一直到 第三部 到第三部 这个就是 地上最大 负责打架 这个章节结束 其实这个永次郎 是从一开始的 这个神秘人 然后到这个 就是 后来 后来就是人们看到 就是暴力的表现 又暴力又温柔 但是在之后的 就第三部里面 又出现了 就是人性的温柔 所以说 它是一个很复杂 很综合的 这样一个形象 一开始出场的时候 是一个白皮猛男的形象 对 但不知道为什么 后面就是 感觉去了各种 世界各地 就变成一个黑皮的形象 是 性格方面 又有点不少的变化 性格形象都变了 那就 版约会界的哥哥 就从他人生中消失了 是吧 自从这个 就是高中挨揍之后 又消失了 消失了 可能之后吧 就是通过这个少林拳 已经能够 战斥他哥哥之后 他就是 他人生中的一颗 垫脚石 不值一提 就跨过了他的哥哥 然后向更高的 拳法境界进发 向更高的漫画实践 发起挑战 这么样的事情 其实 版约会界 后面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比如说他 曾经 虽然说是 画漫画 是一个漫画家 他依然是 去挑战了很多 武学高手 对 就是现实中的 武学高手 去切磋 对 去切磋 还得到了很多 高手的承认 然后后面 他还有个女儿 板云八流 一个孝顺女儿 这也是他人生中 很有趣的故事 但是我话又说回来 那么今天关于 班员会界故事 其实差不多 我就能说到此为止 我比较关心 他怎么养育他女儿 对 话又说回来 现在 班员会界的女儿 班员八流 也是一个著名的漫画家 然后现在他搞了一个 家庭自传的漫画 就画自己家庭成长 他爸爸就是勇四郎 然后有空可以跟大家分享 可以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 那我们就是关于 任牙地顶化前传 铺垫 创作者的故事 就到这为止 下一期 我们就正式开始 我们的任牙故事 这个就因为 之前我对 班员会界的生平 就了解的并不是很多 知道他练过拳 但是在日本练过拳的漫画家 也很多 对 但是不知道他曾经 还在靠近职业的路上 走了这么远 是 所以说就是应该是漫画家里 就最能打的那一个 真的是 差一步就出战奥运会了 是 这个是真了 真的很了不起 对 那就是我本来以为 像就副本身 那种就建筑工人转行漫画家 已经很 已经很可以了 但是那个 就真没想到 有拳击手转行漫画家 这个实在是太厉害 全民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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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都转行漫画家 是 这70年代 日本真的是 哪好呢 风起云涌 对 而且就很有意思的是 就都是从那个 泡沫经济的时代 过来经过一番 这个艰苦磨砺 最后反而是在漫画 这个就当时 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领域 出人头地 那是不是 这个很奇特 我觉得这个经历是很奇特 对 所以这家都是真的是吗 都是 反正我经历过事 然后给画了 然后到后边越来越邪乎 但是我觉得就是 至少在第一部里 就是这个剧行走向 还没有那么魔幻的时候 对 就没有走向那么 鸡肉朋克那种感觉的时候 就是在第一集里边 讲这个东京地下竞技场 有一句话 我是印象很深的 就是在这个地 在这个就是竞技场 中央的这个土地上 就是牙齿的碎片 选手的鲜血和汗水 共同就是撒在这里 才成为这个就是 格斗竞技的最高胜利 对 就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感觉就这里边肯定是有故事的 因为他就如果没有一个 就特别直观 认知 认知的这个东西的话 他是不会写 就是把这个漫画对白 写的这样深入的 对其他一些年轻的 这个画格斗漫画的创作者来说 万元会见 那确实是不一样 那是 经历过这些东西的人 对 表达出来的东西 对 亲身吃过情而有利的胜沟拳 对 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就漫画里边 表现出那么强大的这样一个 具体的恐惧感 是 因为你在就是格斗漫画里边 或者说偏写实的也好 或者偏魔幻的也好 他很多的就是漫画作者 他可能更着重于这个就是招式啊 技法啊 然后就打得很炫啊 对 旁观者的这种 对 他是以一个就是 第三方的这样一个视角去投视的 但是在就任牙里边 他很多时候会着重描写什么心理上的状态 就对方如何如何强大 我实力不如他 那么就是我会感觉到就怎样的恐惧和弱性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切身体验的一个投射吧 是 就只能说是这个少年时代的这样一个成长经历 对于他的漫画创作生涯有莫大的帮助 有一些对白 有一些情节 你现在再来通过我们这个电台啊 你再去对一下 其实很有意思 是是 什么叫百般武艺啊 什么叫武学胜利啊 什么叫耸学啊 对 武学胜利 对 对 是是是 对 而且就我觉得那个就是 他从这个偏写实的这样一个角度 就慢慢的转到后来我们起过一个名字 叫肌肉朋克啊 对 就肌肉能干一切事吗 嗯 就我觉得可能也跟他这个 就对于武学的狂想 因为他的武学之路 其实算是就中道 就突然之间就截止了 对 但其实就是我觉得他对于那个就拳法或者武学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个就是没有企及的梦想吧 就没有实现 所以他希望通过就更魔幻的这样一个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在漫画里面呢 我们能看到他对肌肉表现 对动作表现 那真的是在日本就是独一家 是是是是是 在他画漫画的时候呢 在他的这个研究的材料里面呢 他也读过大量的解剖学的 是还有各种医学的书籍去研究 对对对 人体究竟是什么样的 对 肌肉究竟是什么样 所以画了一个鬼背是吗 哈哈哈哈 一个鬼背 就另外一个就就人人都是呼吁吕 对 这种感觉 就爆出来 我本来以为就是一二步里边那种 就是肌肉运动表现已经是极致了 但是就第三步这个 就是打猿人那一种 对 就于地克己的那个就是水壁 我他妈当时第一次看到真是惊了 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就是 唯心武学 对对对 对对就心学能 心学武学能够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 就真的太了不起了 充满了让人震惊的东西 是是是 但同时呢 他有一种认真的说出台词的时候 很魔力 很魔力 却有一种很魔性的这么些搞笑 但我觉得这都是半云会计 认真构思过的东西 是是是是 比如说遇到很强大的对手 那本部以藏有一句话是怎么说 就是我不想说到太师里 请把机关枪准备一下 公园战神 对公园战神 本部以藏 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对 然后就包括说一些人物 其实我觉得他也是从他的人生经历里边 有些提炼的 比如说像这个就余地独步 就武圣余地独步 然后华山勋 这些都是有原型的 是是是 这个以后我们 可以慢慢来 慢慢来 对对对 那么最后就做一个下期的预告 好 那么任牙第一步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 在神星会的空手道大会上 突然有一位白带少年 将空手道的达人 接二连三全部放倒 那么这个神秘少年究竟是谁 那么我们的下一期 就是正式开始 他的名字叫任牙 好 谢谢大家 这期真的是第零期 对 这个真牛逼 就感觉就下期整个评书的大幕就要揭开 没错 讲漫天其实根本没有讲漫画 就是讲漫画内容 我觉得 我觉得下期如果你要什么你要录的话 我先给你写一个任牙的定场诗 开始了 怎么样 行 好 那么我也期望这个故事能够每月就保持一个稳定根系 行 太好了 也就希望各位捧场 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 然后等以后 大巴有机会 咱们再接网下讲 行 行 故事很长 很长很长 那各位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od 来 ten later 如果 variables 就能呆 便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